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伤亡惨重 横尸遍野 雪白的大地被鲜血染红 战士们用血和汗换来了暂时的平静 虽然占领了乐乐夫 却也牺牲了半个连的兵力 此时的他们却没有一点胜利的兴奋 其实他们早就身心俱疲 亟待休整 但德军的反击随时都会到来 容不得一丝放松 队伍中 新兵对自己第一次杀人感到惊慌失措 而老兵对自己能够活下来感到庆幸 连长命令班长们立即清理战场 把守几个重要的位置 深夜时分 连长叫到营长的电话 命令他火力支援其他部队进攻下一个村子乌索尔 必要时还希望连长派兵增援 连长越听越气愤 上级不仅不关心自己的兵力情况 就连食物补给 伤员救治 以及弹药补充都没有一点增援 而且很多战士都是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 根本就不适合参加战斗 连长新知无法抗制 便恳求上级能支援一个反坦克炮班组 结果被营长无情地拒绝 只答应增派两架重机枪 没过多久 两艇重机枪如约到来 虽在半岛遭到伏击 但索性有惊无险 拿到重机枪后 连长重新对士兵进行规划部署 但残余的士兵们却各个心怀鬼胎 没有食物 没有弹药 没有增援 这该怎么打 这时 左方响起的枪声 原来是德军对乌索尔的军队进行的攻打 排长想要对乌索尔的军队进行火力支援 但由于距离太远毫无用处 就在连长召唤排长的时候 德军对他们进行了密集的反击 排长当场死亡 战争是残酷的 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保持清醒 这波轰炸打得他们措手不及 令本就伤亡惨重的他们雪上加霜 直到轰炸结束之后 14个受伤的战士和医疗兵被炸得尸骨无存 物资的严重匮乏 逼得士兵们只能干等 等着上级能送来补给 但是弹药充足的德军不会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并且经过这一番轰炸后的反应 德军已经对他们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 而深知不会有任何增援的连长只能违心地安抚着这些士兵 这时 德军的战机突然袭揽 人心惶惶的战士们纷纷卧倒躲避轰炸 但德军的飞机并不是来轰炸的 而是发放船单 大量的劝降单从空中飘落 上面写着只要投诚就能保留性命 此时指导员前来 惊恐地命令他们不许看船单 我一靠命令者就要上军事法庭 就在指挥员组织收起船单的时候 突然传来的枪声 原来德军在阻击营长派来的监督员 食物和弹药迟迟不到 监督部门的人却来得异常快 在前线士兵的眼中 这个部门从来不干正事 只会用白纸黑字来恐吓他们 于是监督员以军事法庭威胁连长 并命令士兵冒着生命危险 去德军火力覆盖范围内检取宣传单 还对每个战士进行搜身 调查他们是否藏有宣传单 甚至掏出的枪 多么可笑 以陷命为代价的战士 努力换来的荣誉 竟是这样的结果 愤怒的卡尔毫无畏惧地怒视对方 连枪纸在头顶都不在乎 在连长的劝说下 卡尔怒吼道 夜幕降临 灯光摇曳 穿军装地在黑夜中骂人 而我衣冠不整 脸不尽 却被遗忘在角落里苦苦等待 气急败坏的监督员纷纷离去 但他还在继续搜查战士的口袋 最终在一个老兵身上 搜到了准备用来点烟的宣传单 并以人赃据获的理由对士兵进行枪决 连长愤怒地对上级喊道 他是第一个冲进村子 肉搏杀死一个法西斯的 但上级并不想听连长的任何讲话 似乎在上级的眼里 这些用命拼搏的战士就如草芥一般 他们都明白 这位老兵是救不下了 就在监督员带着老兵返回后方营地进行判决的时候 他们又遇到了德军的阻击 监督员腿部重弹 但他的气眼依旧十分嚣张 甚至用枪威胁老兵不要想着逃跑 由于德军火力激烈 他们只能等到天黑动神 燕幕将领 指挥员问起连长有没有上过大学的事情 连长说 有时候高等教育会妨碍人们真正地看待他人 这句话仿佛在暗示监督员的所作所为 越宁静的夜晚 越让人心神不安 往往暴风雨来临前都是一片祥和寂静 上级果然没有真的想支援连长他们 甚至让他们留在原地等死 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战士 已经筋疲力竭 再耗下去 他们只能在睡梦中死去 卡尔愤怒地把矛头指向一个年轻的战士 因为就是他出卖了那位深藏传单的老兵 连长立即阻止了两人的殴打 年轻战士看不惯卡尔 因为卡尔是个贯偷 在莫斯科偷取一位妇人的钱包时 刚好被他和他同学看见 在同学制止卡尔的偷盗行为时 卡尔悟伤并制死了他的同学 这时 一枚德军的闪光弹照亮了营地 面对营地中出现的再逃犯这件事 战士们义愤庭衣地想要对卡尔进行枪决 但也有一些战士想要阻止对卡尔的枪决 因为非常时期 没有人知道自己可以活多久 也许今晚都活不到 就在众人争论不休的时候 危险正在悄悄地靠近 德军的偷袭部队正在慢慢地匍匐前进 躲在战壕的老兵正和监督员将心比心地交谈 原来监督员是个孤儿 不懂亲情友情 现里只有苦学的法律意识 所以连整个人就像一台没有思考能力的审判机器 只要违背他的意识 就必须受到相应的审判 但是老兵却用良心征服的对方 他说法律可没有要求我必须救你 随后偷袭的德军惊动了他们俩 而另一边的士兵还在诉说着自己的信仰 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但因为迟迟得不到补给 再加上突然出现的监督员 这些憋屈的现实问题让他们彻底寒了心 而另一边的营长仍坚持地说着 不管牺牲多少人也要守住阵地 德军已经接近营地 他们开始架设机枪准备偷袭 而连长为了安抚士兵 把他们带进一个地下室 只见两百多名村民的尸体 堆满了整个地下室 原来在他们攻下村子之前 德军就已经残忍地杀害了他们 本以为一切都要结束的 但一阵突兀的枪声 惊醒了睡梦中的苏兵 原来是躲在弹坑中的老兵 偷袭的刚架设完机枪的德军 并操动着机枪攻击的前方的德军 这才救了战友们的性命 但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是不可避免的 德军在村子后方也不值得大量火力 逼得连长他们只能撤回村前方的战壕区 而监督员三人在返回营地的途中 被德军逮捕 讽刺的是 监督员的侍卫竟然身藏宣传单 为了活命 他把枪指向的监督员 监督员看着老兵的尸体 再看看侍卫的样子 他突然笑得起来 确实该笑 只是太可笑的 在撤退过程中 那个年轻的战士 还曾经在村民被屠杀的痛苦中 起初 他是带着对祖国的希望 弃学从军参加的这场战役 但整个过程中 他对祖国的抛弃生出的质疑之心 甚至质疑 那两百名无辜的村民 是被他们的炮火杀死的 直到此刻 目睹的事实的真相 他才明白 战争的真正意义 在离开时 他偷盯到的德军 准备炮轰战友的命令 冒着生命危险 杀死的第一个巡逻的德兵 并成功返回连长那里 而连长面对 仅剩的32名战士 和上级坚决不撤退的命令 他做出的选择 面临除去班长 卡尔和自己之外的人 全部撤退 他不想战友们 做出毫无意义的牺牲 最终 三人留下来阻击德军的进攻 但此刻的他们 毫无恐惧 因为他们明白 战争是用来救人的 而不是杀人 三人抽着雪茄 分享着烈酒 像是在这里度假一样 他们深知 这就是他们生命中 最光荣的一战 平静过后 是德军一轮又一轮的轰炸 整个村子被瞬间点燃 三人中仅班长被德军炸死 其余两人依旧在坚持作战 在炙热的火光中 连长架起激将 耗尽最后一颗子弹 而德军暂停的进攻 得以喘息的两人 才有机会撤离 但撤退的连长 因为违反命令 再次被派往战场 连长给了他一个将功 抵过的机会 重新夺回村庄 原来他们整个连存在的目的 就是用来迷惑德军的主力军 让德军误一味 这里也是苏军的主力军 而他们就必须拼尽全力 做给德军看 为了大举 为了祖国 连长听从营长的指令 再次返回祖击德军 在他们奋勇前进的尽头中 电影结束了 但他们的勇气 永远没有止尽 他们的内心 对祖国的爱 没有尽头 即使知道会牺牲 但依然奋不顾身地勇往直前 看完这部电影 让我明白了战争的残酷 以及每个为家园奋战前线的 战士的心声 不仅是对祖国的热爱 还有对家人的承诺 他们临行前 都答应了家人会活着回去 但他们心里都知道 真正活着回去的机会 寥寥无几 影片一开始的任务 是夺取村庄 影片结尾的任务 依旧是夺取村庄 周而复始 这就是战争 面对战争 此时的和平 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多么的宝贵啊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的粉丝推荐 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